你們睡得好嗎 好 好 嬉嬉落落 張峰真的很頭 手手腳 像在中央台中 睡不好 如果我算正常 因為我每次來 第一晚一定睡不好 雖然來飽幾次 一樣 過坡就睡不好 所以你們睡得好 恭喜 你們算幸福 好 我們來繼續 好 我們來參加 今天的國家自治建國的模式 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那麼我們來看古巴 古巴是美國跟西班牙的戰爭 他們在1898年 現在是巴雷簽一個巴黎合約 規定說西班牙放棄古巴 這跟台灣一樣 台灣也是被放棄 那麼各浪坡多利哥 關島 菲律賓 那麼美國在1902年協助古巴 他在5月20號獨立 所以是美國協助古巴獨立的 那麼台灣一直說想 很多獨派人士 包括早期的我 也是一直想要獨立 那麼獨立要 你要先了解說 那你要從哪一個母體獨立出來 因為所謂獨立 就好像生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離開母體幾代減斷 那就真的獨立了 如果那個幾代還黏著 都還不算獨立 那我請問我們要從哪一個母體 哪一個母國獨立出來 自己台灣人都講不清楚 一直喊獨立獨立 他不知道要從哪裡獨立出來 有的人說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 他跟他判他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的主權 他抓頭抓背 沒命 你怎麼四個黑白人老背 人老母 真的人差做老爸 所以台灣人有幾個人說人差做老爸 就說你頭部不清楚 你是大日本的台灣人 你怎麼會認中華民國變成我國 再來 古巴跟台灣的經緣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兩個都是因為和平條約被放棄 那麼古巴獨立成功 台灣地位未定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古巴可以獨立是 它原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獨立 那台灣原來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沒有辦法獨立 當初美國要寫 那個杜勒斯要寫這個 舊軍安和平條約的時候 也就是因為發現 原來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把帝國憲法在台灣實施 所以才變成說 已經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割不出去了 割讓不出來了 所以只能要求用放棄的方式 然後美國監管一直到現在 好 那麼我們再來參考 菲律賓的建國模式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 然後簽了和平條 巴黎合約 從西班牙取得菲律賓 那麼受制於非獨之反抗遊擊軍的遊擊戰 台灣有台獨 菲律賓也有非獨 他們也在獨立建國 那麼在19370 37到1946年 美國同意讓菲律賓十年自治 就是非獨經常去攻打美軍 騷擾美軍突擊戰 打了就跑 那美軍就去追腳 但是你知道菲律賓有 四千多個島 比較大的兩千多個 那個非獨就打一打就 打就跑 就跑到另外一個島 美軍去追腳 他又跑另外一個島 我像在捉迷藏 美軍也是捉得很累 我就說來來來 來協商 叫那個非獨的頭目 頭頭 協商說你再讓我管十年 這十年我好好建立你們的行政系統 讓你們菲律賓自治 不過中間 在1941年 日軍攻陷馬尼拉 菲律賓那時候 麥克阿瑟在那邊當總司令 他把菲律賓的總統 一從撤退去澳洲 我們大日本國的黃軍 去攻打麥克阿瑟的菲律賓 大概不到三個月就整個拿下來 你看效率都快 都高 那麼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從高屏地區的日軍的空軍基地 起飛臨式戰鬥機 直接去攻打麥克阿瑟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他們沒有想到 有飛機可以飛那麼遠 飛到馬尼拉 把他的克拉克空軍基地的飛機都炸壞掉 所以就取得制空權 你有制空權 美軍的那個船艦就沒有防衛能力 很容易就空軍去轟炸 就把那些船都炸著 所以拿到制空權 制海權 所以開始登陸 然後從我們那時候有高砂義勇軍 那時候還沒有 1941年台灣人還沒有資格當兵 一直要到剛剛講的1945年4月1號 帝國憲法在台灣十字 台灣人才有效忠權 才有當兵的權利 那麼也有參政權 那麼那些高砂義勇軍很厲害 日軍他們沒有在熱帶叢林作戰的經驗 所以很多要靠高砂義勇軍 美軍的一個基地它是上面 就是靠海 後面有高山 美軍就只顧前面這個三個 三個方向 他想說不可能從後面來 但是我們高砂義勇軍 就真的從後面齊襲 他們要登高山很容易 高砂族都沒有穿鞋子 腰部只有一把翻刀 那麼就從後面登山下來突襲 美軍後面都沒有防守 所以被打一打就亂掉 整個布局都亂掉 所以很快 那時候呼嚕了兩萬多個美軍 所以在菲律賓就打得很順 那時候我們大日本的黃軍 可以說兵強馬狀 就是設備很先進 那麼菲律賓把那時候總統 等於說他們還在自治期 所以菲律賓把菲律賓的總統 一同撤退到澳洲 然後他當上船以後 他有說國畢將載回來 那麼日本投降以後 菲律賓在1947年的7月4號 在美國協助下 你看也是美國協助 獨立建國成功 你注意看他是 所以菲律賓的國慶日 跟美國的國慶日同一天 都是7月4號 好 那2010年 我們台灣民政府也是被美國邀請 在華盛頓的使館特區 我們設了台灣民政府也是7月4號 所以這很有意思 這個7月4號 美國叫我們去掛牌 台灣民政府去美國掛牌 好 再來就是立陶宛建國的模式 那麼立陶宛在烏克蘭的西邊這邊 那麼二戰後被蘇聯併吞 因為非常靠近 但是在1990年的3月11號 他們的民間議會宣布獨立 可是國際社會都在觀望 不曉得你玩真還玩假的 所以都沒有什麼大的國家給他承認 但是立陶宛的國民 它抵制蘇聯軍政府在立陶宛所舉辦的選舉 讓那個選舉得投票率低於50% 基本上大概只有30% 所以那麼低的投票率 所以國際不承認 蘇聯可以合法繼續統治立陶宛這個合法性 然後在1991年他們完成獨立公投 那一次的公投投過蘇聯他看大勢已去 所以他率先承認 所以我們可以來檢討說 立陶宛抵制選舉的意義 來看參與 我們參與中華民國流亡政權選舉及投票的後果 就是我常講說 你當你進到你那個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進到投票所去領選票 我們就先輸一半了 你是台灣人 你怎麼去參加中國人的選舉呢 我常講說 像諸國他們在選國王 然後果國的人的果怎麼也去參加 他們在選諸王 是不對的 是兩個不一樣的國家 好 你是台灣人 你承認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所以你才會進到那裡去領選票 選票領完以後 而且在你自由意志之下 你2008年或者2012年去投統派的馬英九 那全世界一看結果出來 這兩次的大選 都是你們台灣人去參加人家的 中國的選舉 而且你們都投統派的馬英九 那將來你們要跟中國統一 那外國人也不便干涉 這是你們民主自由的選擇 民主是普世價值 民主投票選出來的結果 全世界的人要尊重 所以中國解放軍如果進來台灣 外國人也只好樂觀其成 我們就慘了 我們上網就可能 Facebook也沒有了 也不能 也沒有Line 現在我們年輕人用Line用慣了 你說把Line停下來 大家就噴嚏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抵制 分子台灣人應該要抵制 任何中華民國流行體制下的各級選舉 很多人會思想說 沒有去投就都由國民黨調了 做人去調 你看國民兩黨 國民黨跟民進黨加起來 也是國民黨 國民黨把國前面那次 民進黨那個名拿出來 國民黨 這兩個很奇怪 國民黨 共產黨化 民進黨來補國民黨的位置 以前的民進黨草創十幾 可以說是 都穿布的 都穿夾克的 都工農責集比較多 那麼現在的民進黨好像都穿 後來執政以後開始穿西裝 穿皮血 他們現在好像不會走入民間 尤其蔡英文很 很斯文 很秀氣 沒有看到他領導幾次都好好在抗議 國民黨政權或馬英九政權 那麼國民兩黨都在鼓勵說 我們要 我們只輸大概3%而已 我們如果把對方拉1.5%過來 我們就贏了 所以兩邊都這樣叫 查羞跨 所以我們要總統員都要出去投票 所以總統大選都百分之七十幾的投票率 那投票率這麼高 投出來的結果就很有正當性 外國人就認為說你們就是全民 差不多在先進國家投票率都 大概只有60%上下而已 沒有像我們這麼高70幾% 所以外國人在看說 你們都很熱衷參與民主選舉 所以你們選出來的結果 選到馬英九統派的 國外他們都樂觀其成 你們要跟中國統一 這對我們本土台灣人 就是一個很大的危機跟殺傷力 外國人都說 你們本土台灣人都認同中國人 都認為自己是漢人的後代後裔 這是很錯誤的一個觀念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 琉球反彎模式 琉球他在1952年 2月29號成立琉球民政府 他們本身也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只是總督是美國的將軍在當 好 在1958年之前 他們用B型軍票當作錢幣 但是在1958年以後才是開始用美軍 那麼當時候的琉球人 在1972年返還之前 所有的琉球人如果要去日本本土 那四個大島 要用美國琉球民政府所發行的旅行證件 才可以離開 因為琉球被美軍佔領 等於是對日本國來講他也是境外 也算是對日本來講也是國外 所以國外的琉球的人要進到日本本土 要有一個旅行證件 就像護照的意思 那時候琉球的旅行證明書長這樣 琉球列島米國民政府 那麼將來我們台灣也是要發行 台灣列島米國民政府所發行的旅行證件 你只能 琉球人只能拿這個 才可以去東京大阪去做生意 或者去讀大學或者去探親 一定要拿這個才可以離開琉球 等於出國的意思喔 從琉球離開就是你是要出國啦 那將來我們台灣民政府也會拿這種類似 這個也是Tribal Document 這是旅行證件 這是美國這個Homelight Security 這個是國土安全部發行的 以前沒有這個單位喔 在2003年之前美國還沒有這個單位 這是因為911事件 美國發現他們有些情報單位 紅項沒有聯繫 FBI搞FBI的 CIA搞CIA的 沒有整合 所以他們後來國會成立一個部門 叫做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整合這些單位的情報一些頭頭 所以我們要依照琉球模式也可以慢慢的 我們也是台灣返返 也是要求母國跟美國協商 要賠多少戰爭債 付多少代價 可以把台灣跟澎湖還給日本天皇 那麼我們要注意說 那個琉球當時是母國政府 我們日本母國跟美國協商說要賠多少錢 美國開價是3億2千萬美金 所以我們日本母國把這筆錢繳完以後 他們在1971年的6月17號 簽訂了一個叫做琉球返還協定 然後根據這個琉球返還協定 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尼克森政府把琉球還給日本 那麼這是屬南洋道 有一個北海道 這邊叫做南洋道 注意一個重點就是都沒有辦公投 不是像我們台灣說 我們獨派的人一直喊 我們要獨立公投 你沒有法源不可以公投 那麼很多人 尤其綠軍的 經常把琉球為什麼會回歸日本 就是因為他們公投回去的 不是喔 是花3億2千萬 這個賠償金 這個戰爭債 那台灣的戰爭債都還沒有還美國 所以這個東西一直抵押在美國手上 就像手錶你拿去當店 當鋪 底下在那裡 那麼當鋪它就有一個義務 要把你這個東西顧好 台灣跟澎湖 美國就要保護好 不可以被搶到搶走 應該三個月以後 如果我們有錢 就要準備拿錢去把它數回來 所以日本如果有錢要去數回來 把錢要交給你的時候 你說台灣跟澎湖被一個流氓 阿公啊搶走了 講不過去 所以昨天你看 1996年台海發生危機 美國主動克林頓總統馬上派兩艘 航空母艦戰鬥群來保衛台灣 他要把他的監管的這些財物 台灣跟澎湖 他監管的 他一定要保護好 好 那麼琉球在美軍軍事佔領下 他的指揮結構是怎麼樣的 這個是琉球訪問以後 大概20年以後 一些解密的資料 經由日本那些專家學者 他們去研究才搞清楚 這個美國合眾國政府 就是美國聯邦政府 下面的國防部 下面他們所成立 在琉球成立的美國軍事政府 還有民事政府 只有這個單位他才有資格 可以下命令下指導期 來指導琉球政府 來管轄沖繩的住民 好 你看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民會掛號起來 就是等美軍進來 把政權交給台灣民政府以後 那我們就把這個民拿掉 我們就變成台灣政府 一樣 例如說在台灣的狀況 也是美國聯邦政府下面的國防部 下面的美國台灣民政府 美國台灣軍政府 他有資格下指導期下命令 給台灣政府 來指導我們來如何管理 你住在台灣上面的本土台灣人 是這個意思 好 那麼我們 69年來在中國黨國交易下 許多台灣人被交易成中國人 認同中國 所以我們看2008年跟2012年 流亡了中華民國總統大選 等於是把他當作統獨共同化 結果我們獨派都輸 兩次都輸給統派 所以結果會變成統派的台灣 再被中國合法併吞 你自己公投歡迎 要把我阿強合作為 我解放軍來 剛剛好而已 對不對 那是不是 台灣就會 輪入勇士浩劫 這個在國際法上是合法 可能的 屆時每日恐很難插手干涉 你們民主自由選舉出來的結果 我美國要 自由世界這國家都要尊重 雖然有美日安保條約 可是他好像師出無名 我想要防衛台灣 你們台灣人就說要跟阿強合作為 他不知道怎麼要下手 好 那麼我們台灣如果獨立建國後 你要注意的是說如果 那麼你要怎麼負責任 負義務還有風險 那我們來檢查 好 台灣人必須納稅 你自己變成一個國家了 那你國家要有一些預算 要請公務人員 也要有軍人 也要買軍事武器設備 好 一定要靠納稅才可以做一些公共建設 好 台灣人自己要來服兵力 來保衛台灣 而且要自己去買軍事武器 或自己去研發 這個都很花錢 有沒有 而且在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 你要自立防止中國武力併吞 其他國家無法理與義務出兵干涉 因為你還沒有加入聯合國 其他國家也不一定會承認你 好 在這個情況下 你等於說是孤立的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來防衛 那這個有一個例子 我們來以東帝文獨立建國為例 東帝文在這個地方 他的旁邊也有一個流氓國家叫做印度尼西亞 就是印尼 跟台灣一樣 台灣有一個流氓國家在旁邊 叫做阿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東帝文在19750年11月28號 從葡萄牙獨立出來 成立一個叫做東帝文民主共和國 聽得很好的 民主共和國 但是在還未來得及加入聯合國 九天後馬上就被印尼入侵並佔領 他在1976年7月成為印尼的一個東帝文省 之後20年間的統徒抗爭 造成10到25萬的人死亡 好 然後你看 1999年8月30日 在聯合國介入之下 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全民公投 當然絕大多數的東帝文都投票同意 從印尼獨立 那麼獨立建國是很好 但是你要注意看 在公投後 九月下旬 近一個月的時間 印尼一軍要撤退之前 還殺了1400多人的東帝文人 並摧毀東帝文大部分的國家基礎測試 造成到今天東帝文仍然是 全世界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 大部分的物資要靠外國來援助 好 這樣的結果 是我們要的嗎 這個厲害得失很容易就 邏輯簡單的思考就出來了 所以你在沒有國家奧援之下 因為你如果說當初1979年 美國沒有跟中華民國斷交 美軍還駐紮在台灣 那要反應都很快 可是現在美國已經撤離台灣 快40年了 1971到現在 43年了 那美軍對美軍上一直要求說 你所謂的中華民國國軍 如果跟中共打起來的話 你至少要撐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讓我美軍可以調動部隊來防衛 你至少要自我先撐一陣子 好 那麼在美國政府管轄下 我來做一個比較 一線資格的 我們以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國來做比較 紅色的這個是新墨西哥州 那下面灰色的這是墨西哥國 以前墨西哥州是墨西哥國的領土 OK 好 那麼這一線資格 你看看 很多墨西哥國的國民 都要從這個邊界偷渡到墨西哥州 這等於是當時被美軍 軍事占領下了墨西哥州 好 那原因就是說被美國軍事占領的地方 他的生活水準民主程度都比較好 就是比較自由民主 那這邊生活都很困苦 很多都是在販毒 很多人都要偷渡 偷渡又順便又帶那些毒品 到美國去賣可以賺錢 好 OK 然後我們再來看 所以偷渡就是一定這邊好 這邊生活不好才會偷渡過去 可是我們來看 美國跟加拿大的邊界 基本上不設防 那美國人要進出加拿大 互相來往都非常容易 因為他們比較 是同一個水平的國家 兩個都是很先進自由民主 生活富裕的國家 所以沒有人說 我沒有聽說 美國人要偷渡到加拿大 也沒有說 聽說加拿大人要偷渡來美國 會偷渡的都是做監犯科的那些人 當地的政府要抓他 他才跑到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要抓的人 他才要跑 那個跟為了理想的生活 那是不一樣的 好 再來看 一個紅色中國跟綠色這個台灣 共軍佔領這個叫做紅色中國 美軍佔領台灣 以前稱自由台灣 那為什麼二十幾年前你看 從福建平坦 一直很多中國人一直都偷渡到台灣 就是台灣基本上生活水平也高 文化水平也高 自由程度也高 而且也比較安全性 因為在台灣 基本上在美軍管轄下的國民黨政府 還比中國這邊自由民主很多 有美國這個大老闆在後面 中國國民黨不太敢造次 所以很多人 中國人會偷渡來台灣 還好我們是被美軍軍事佔領 如果說被蘇聯軍事佔領 那我們就慘了 也是共產黨的一個管理下的專制政府 所以還好我們是被美國軍事佔領 那麼台灣在美國軍事佔領下 自治有哪些優點 第一個免稅 我們生產的東西消到美國免稅 也免當兵 我們被佔領 因為效忠的問題 我們不可能去當美美軍 因為我們還是佔領軍 跟被佔領者的這個位階不一樣 那麼國防軍會 美國要負責 被佔領地區的安全 國防安全是佔領軍要負責 所以省下來的經費來建設台灣 台灣很快就變成東方瑞士的理想家園 為什麼當初二次世界大戰戰後 美軍去佔領日本 而且那時候 麥克阿斯修改日本帝國憲法 說不可以有 日本不可以再有軍隊 日本不可以有宣戰權 沒有軍隊的話 日本的國防誰在看守 當然是美軍 那花費很多 日本當時 把這些省下來的軍事費用 全面投資在重建 投資工廠的建設 然後大量一直生產 品質優良的汽車 電子工業產品 工作母機 一直消往全世界 所以日本在十幾年後 馬上就復興下來 所以很快他們就好像在1969年 你看1945到1960 25年後他們就可以辦東京奧運會 還有什麼波蘭會 這是日本為什麼很快復興上來的原因 就是他不用再發揮國防軍會 因為美國會幫他看好 所以後來美國發現不對勁 對 都我在自己照顧 不對 你怎麼創一個智慧隊 自己防衛自己 所以才叫做智慧隊 智慧隊是這樣來的 那現在會發現說 現在阿強 賺到直接 阿強現在全世界都進去投資 所以阿強現在很 好像一大怪獸已經出來 所以現在美國又開始說 要讓日本再強壯起來 就是說 阿強現在美國一個人要把他刺 刺沒什麼條 現在叫日本 你吃給我用 很多人都用刀刺 刺好條給我顧好 不要走出來 這怪獸不要跑出來 這叫狗狗 美國現在因為他本身景氣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一直在減少國防經費 然後也盡量不要在其他國家 就不想兩個地方同時打仗 因為中東阿富汗 就讓美國頭很痛了 你亞洲這邊又有台海的問題 又有南北韓的問題 所以他才發現說 我一個人要做世界警察太累了 我要找一個副手就是日本 把日本說 你可以去修改你的集體防衛權 為什麼美國會放任讓安倍的經濟學 三支劍 要讓日幣貶值 日幣貶值他外銷的產品 就可以賺比較多錢 然後賺了錢就回來 就是來跟美國買武器 美國要賣他最先進的F-35 這個戰鬥機 OK 所以美國 日本是美國 在亞洲最好的盟幫 美日安保條約 就是只要美國有需要 日本就要幫忙 在亞洲的地區 那麼再來我們來檢討 台灣入聯跟中華民國反聯來做分析 那麼以前阿扁當上總統以後 他就一直想用台灣的名字來 申請加入聯合國 好 之前都沒有啦 李登輝做總統還是都是用中華民國 好 那我們用 陳水扁說用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 我們來檢討一下 要加入聯合國的基本的資格 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 那我們 來先講一下 台灣人都自以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沒有 獨派的經常說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既然已經獨立了 然後又要喊 我們要獨立建國 你給我聽有沒有矛盾 我已經長大成人了 然後還繼續跟人家說 我要多吃一點 我要長大成人 有沒有 矛盾嘛 我們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已經是人了 他還在說 我要漸漸變成人 這矛盾嘛 台灣人就好像說 有一隻猴子 你把他洗澡洗乾淨 給他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手牽著說 我帶你來保證師傅 做清新文證 要是國清 說他就是一個國家 在你還沒有進化成人之前 你就不可能拿到身分證 那我們看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是嘛 因為國家有認定的標準 人口 領土 政府 台灣國沒有人口 台灣人拿的都是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 都是中國人 領土 最快領土 是日本天皇的 台灣國沒有領土 現在的政府叫做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美國在台灣關係法 稱呼的是台灣治理當局 也沒有政府 外交權 沒有啊 你說有啊 有23個 大概半年前就甘比亞 不好意思 你把他的建交公報拿出來看 都是中華民國區的外交部 去跟人家簽的建交公報 不是你台灣國去跟人家簽的 所以你也沒有外交權 這四項都沒有 保證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台灣不是國家 根本就不可能去申請加入聯合 所以阿伯那時候把一些資料 寄到聯合國秘書去 聯合國秘書一看 我給你推薦 你根本不符合資格 等於說你也是看起來 人模人樣 像猴子一樣 有眼睛 有嘴巴 有腳 有手 可是你就是全身都發到全模 就是不自人啊 不可能讓你加入聯合國嘛 也不可能發身分證給你嘛 因為保證署不是說 改動做聯合國 我們就說要去清洗文字 好 那麼目前台灣國際法理地位 就是日暑美戰 台灣目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我們一直在講台灣台灣 這是一個地理名詞 不是台灣國 不像日本 你說日本它是一個國家 然後它有好幾個大島 有四個大島 不要到本州九州四國這樣 好 那麼假如台灣要建國 注意的時候我說假如 你要依照國際法理的五個步驟 要這五個步驟 第一個要讓美軍軍事政府進到台灣 然後終結國民黨這個政權 然後讓我們台灣民政務 台灣人來自己自治 自治一段時間 把我們錯誤的觀念 國民黨放了毒素 在我們腦裡面 通通清乾淨了以後 我們還要求母國 來跟美國簽一個台灣返環 讓台灣返環日本 返環日本一段時間 我們還要向日本母國 要求他們的參眾議員 來制定一個領土分離條款 以這個領土分離條款來做法言 有這個法言我們才可以來辦一個台灣公投 來決定台灣的未來 這些手續 1 2 3 4 5 這個手續一定要一步一步達到 這個可能要五六十年 但是目前的台灣獨派就以前的我 我們在最前面 美軍都還沒有進來 我們就直接要跑到這裡來台灣公投 你看有沒有神經病 都沒有要關國際法 這個國際法就像交通法規 全世界的交通法規都一樣 大家都要遵守 紅燈就是停 綠燈你才可以走 但是不管人家 紅蔥直撞 黑白龍就直接就龍到這裡 你看台灣人 有感情沒有法律 沒有國際法 所以我們還不是文明的國家 我們還離文明很遠很遠很遠 這個回音很遠遠遠遠遠遠遠 自以為是 感情用事 懷疑者 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就是中國獨 中國獨秀 自以為是 你如果拔了你就會說 台灣人怎麼這樣 夠見笑 那麼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要重返聯絡 聯合國是重返 這表示說他被踢出去 現在要重返 好 要重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到1971年10月25號 聯合國的2758結文 它裡面講什麼 說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 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首屬的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你有沒有看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看不出來 是誰退出聯合國 只是蔣介石的代表 只是蔣介石的代表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全世界都會在講 所謂China 中國 中國的名字擺在那個桌子上 那只是把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代表 驅逐出去 蔣介石的代表被他 在他的席位上被驅逐出去 所以那個桌子 椅子 名牌都還在 桌子 名牌 椅子都還在 只是那個椅子換人座 那現在換誰座 就是換毛澤東派去的代表在座 蔣介石的重慶政府 還有延安的毛澤東政府 他們派的代表去而已 只是換代表人 換政府 換政府 國家沒有換 國家沒有換 國家這個名字沒有換 我們看一個圖片 這個是毛澤東派的代表 這個China一直都沒有變 這個代表中國 只要符合全世界的看法 說毛澤東的政權已經 矩檢整個中國 全部都被他佔領了 都在他管 他的毛澤東延安政府的管轄下 好 你合法 你現在聯合國認為你是合法代表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 你可以派你的毛澤東代表 這個人來坐在這個椅子上 所以中華民國 這個你也可以講中華民國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都叫做China 不管你是Republic or China 中華民國 或者People,Republic or China 都是代表中國 要代表出來坐 好 那剛剛陳水扁意思 他說要用台灣的名義 要加入聯合國 就是不要去搶這個位置 阿扁的意思是說 我自己坐一個桌子 坐一個椅子 坐一個名牌台灣 我不要去搶他搶 我自己要來做個新的椅子 來坐 可是 你全身都發毛 你還不是一個國家 你只是長的人模人樣 你就要來搶錢人家 搶錢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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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還沒有完全進化成一個國家 我們本身有國 我們就是大日本國 所以台灣人很多搞不清楚 包括這些獨派的這些 卸長廷也是法律專家 陳水扁一樣 馬英九也是法學博士 台灣這幾年都被這幾個人搞垮了 都是獨法律的 所以我們很期望有一個 讀醫科的 我剛才當台灣領導人 頭腦會清楚一點 你知道我來講什麼嗎 柯白目 他真的很白目 沒有我很心想他 他都說得破 他沒在說80歲 他就是直接橫衝直撞 那些年輕人也是 年輕人沒有包覆 認為對的就對的就講對的 錯了就錯了 反而他們兩個 他好像55歲 跟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很麻糬 講我都得獎 你得獎我也得獎 誰怕誰 教授看 所以配合得很好 所以他選的 阿扁那時候像我算嗎 那六十萬票而已 他有辦法拿到八十五萬票 贏那個 他們的連家 連戰和這個名字 真的天意 連戰連敗 他自己選兩次 總統都輸 他兒子選台北市長也輸 真的是連戰連敗 那我們剛剛講那個名牌China 我們來做一個解讀 你們想像一下 哪有哪一些解讀 最早是叫做瓷器 China 最早歐洲 有一批 那時候剛好 還是強國那些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 他們有能力把船開來到東方 然後發現 那個碗盤 北下下 就買回去 到歐洲去賣 都是貴的鑰匙 因為航運又危險 可能三艘船出來 可能只有一艘可以開回去 中間有時候就觸礁 或者海浪就沉掉了 所以回去人類瓷器都很貴 都是貴的 又白的發亮 那歐洲人就想辦法說 那我們自己來研究 他不知道是用瓷土燒出來的 用雞蛋殼去燒不出來 做不出來 我就會瓷器一直到很久 那個西方國家都不會製造 好 那日本是把他的這個 China 日本在稱中國是叫做China 那中國人聽到這兩個字 他就抓狂 很奇怪 你不是講China嗎 我也是用聲音講China 神經病 那些中國人不知道為什麼聽著字 好像是他被之前到那邊 他就不高興的樣子 我們都是漢民族 我們是優秀的國民 他們自以為是 好 那台語是China China 那現在 以前我們常講說吃國民黨的 現在吃共產黨要吃哪 再來 現在拆房子都更最賺錢 跟官商郭爵 這裡下個命令拆這條路拆 我那時候去中國看 經常那個柱子上面寫個 7月15號拆 就是那天之前你沒有搬走 不管怪手他就打掉了 都強制拆除 集權有一個好處就是效率很高 說什麼時候拆就什麼時候拆 他們是拆哪裡可以賺錢 因為都更以後 蓋大樓那個房子 那個地價的賬的錢 通通是官商勾結分掉 所以中國貧路差距非常嚴重 再來就錢拿 哪邊拿可以有錢拿 這都是聲音 用音譯這裡很多都是音譯 因為包括我們從外國來的語言 很多都市 洛杉磯 我們也是用音譯 洛杉磯 移師的一個天使 洛杉磯 是不是 好 那麼以中華民國的民意重返聯合國 在國際法 法規的定義中華民國在1949年已經亡國 已經沒有辦法代表中國 因為它的中央政府已經離開南京 它的首都 跑到別的國家 大日本國的台灣 所以它已經沒有辦法代表中國流亡了 那麼只剩下金門馬祖殘於這個國家 我昨天講 毛澤東就是也故意留這兩個 後來就不再打 把這兩個 當作兩隻手把台灣抱住 不要讓台灣澎湖跑掉 這是毛澤東的策略 其中華民國在住 一隻只大 十八六三 只剩下這兩個 二八六在上面 頭前99%通通死掉了 只剩下金門馬祖還活著 那麼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沒有辦法連接 Venice 就死人家 去火警署不做清新文獎 台灣國還沒有出生 怎麼去申請戶口 申請身份證 連生都還沒有生出來 所以一個已經死了 一個還沒出生 傻台灣人 給這兩個政黨 一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在爭 好 三個精神病患與醫師的啟示 就是說有一個精神病患 冠山的病患 每三個月醫師都要找他來診療室 再重新復檢 看他有沒有要吃的效果好 好不好 好的話就可以放他出去 所以他們三個坐在前面坐得好 那醫師就拿鉛筆在白色的牆壁上畫了一個門 然後畫一個門把 你們三個都好了 好 可以從那個門出去了 真的兩個就衝出來 兩個搶這個門把要開 要開出去 那個醫生 這兩個還要關 不好 還沒有好 繼續關 另外一個 都不動聲聲 醫師心裡就很高興 終於還有一個比較正常 這個應該可以出去 你好了 怎麼不出去 結果他跟醫師講說 他們兩個神經病啊 那藥匙在我這裡沒有 跟我拿藥匙怎麼出去啊 哇 這個更嚴重 這個要關得更久 這個藥 吃一顆沒有要再吃兩顆 好 那我們來看 是不是三個病房都不承認自己有病 都認為自己好了 一定要三個字放下去 多一個字不行 少一個字也不對 都會被扣分 他就有標準答案給你 你就一定要用標準答案 你不可以從其他的角度來看這個題目 那跟歐美不一樣 歐美的老師他不會固定一個答案 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答案 對不對 所以答案有很多個 可是在台灣被中國式的教育下 都是只有標準答案 所有的考試都是用標準答案 他說為了公平 多寫一個字也不對 少寫一個字也不對 一定要標準答案 我們的頭腦就被定死掉了 被框住了 鎖死掉了 沒有分析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這件事情的能力 所以我們是非辨別的這個邏輯思考能力 台灣人很差 所以不會分辨是非 都是感情用事 那麼第三位為獨派人士 自認為握有台灣獨立建國的鑰匙 民進黨就自以為是 台灣民進黨才幾萬人而已 我們民進黨黨員好幾十萬 支持者那麼多 台灣差不多一半的人 都支持我們綠色的民進黨 綠色執政 品質保證 很好聽 聽到我也很爽 可是對台灣有幫助嗎 所以他說你們民進黨 如果沒有來搭配我們民進黨 不可能成功 其實真正的要成功 我們是靠法理 我們不靠民進黨 所以我們也不會積極說去 遊說民進黨的人來參與 曾經有一些 比較小一點 我們有邀請他進來 可是他看我們 沒那麼多人 他沒興趣 他認為我們不成棋 可是以後他一定會後悔 他一定是會當初看著眼 好 再來 那麼我們也有一個童心 以前在高雄入竹 有一個叫龍發堂 有沒有聽過 以前也有名 早期就是國民黨 他沒有在精神醫療這方面下功夫 所以以前有精神病患 經常被自己的家人鎖在家裡 或者用鐵鏈鏈住 不讓他跑出去 那麼那時候那邊 龍發堂有一個師傅 就發言後去把這些人都 找到他那個寺廟去 他那邊 龍發堂那邊去讓他照顧 然後教他們打鼓了 然後有鼓隊可以出去表演 然後可以賺一些費用 來維持他的龍發堂的開銷 那正好我們有一個童心 以前在那邊當志工 在那邊服務 然後他來跟我說 當初他也是看一個人 看起來跟他言談都蠻正常的 然後我們那同志問他 你看起來都好好 你怎麼不出去啊 不行不行 外面太危險了 為什麼 外面都瘦的 你看 我們剛才比如說 外面都是神經病 外面很危險 不要不要不要出去 他自己身經病 說人家身經病 所以很多人都說我們是 我們有時候我們跟他們說 他們都說 早來幫我問他 你發笑笑派有沒有 怎麼可能 台灣是日本的 還是台灣是美國的 我都沒看到美軍 你頭上發笑笑派有沒有 有的 空 你頭上發笑笑派有沒有 你這樣就沒有 我那時候 剛開始 現在比較不會 因為我們電視 在公閣 我們電視 在公閣 跟我們報答的民政務 讓我們自己幫忙做 同心 我們現在麻煩會在 叫人來 請民政務的新聞上 所以現在 某些人知道就沒有了 現在 不然我們在跟人說 有時候 尤其碰到那個 綠軍的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會跟你辯論 剛開始我們也 不曉得也是 很急著說 我們有這個新的資訊 說很好到時候 不然要告訴你 他反彈很大 他很激動 很好 可憐 我會說越大聲 阿嬤軍都這麼大條 我怎麼這麼好 我現在開始 我說 有趣跟你 你來這邊受訊以後 你覺得你有負擔 要替台灣做點事 要把這些好的訊息 真正的真相 要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你千萬要記得 你要用比較柔軟的 話語 最好如果說夫妻兩個最好 因為有女孩子在 那個陽剛之期比較不會有 以前女孩子比較不管政治 所以今天有在座有女士小姐 我很佩服你們 你們算是先進的女權運動者 那麼如果有女孩子在座 去問男孩子都會 激心疏 就比較不會說到那麼大聲 還要講到那麼大聲 好 那我們要學台語有一句話 軟舌勾鼓有沒有 一隻鼓那麼大隻 一隻手軟的這樣勾著 那就是叫做溫柔的力量 你有好的論述 你講話的時候如果說高高在上 好像很臭肥 不好 謙卑的講 溫柔的講 人家反而比較願意接納 比較願意聽得進去 不要跟他走到晚上都快要撞大條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裡是要學做什麼 做醫生對不對 我們就是TCE 我們TCE是 這個醫生就是TCE的成員 以擁有正確的國際法理 能遠觀察我們要來醫治生病的台灣人 所以外面有很多破片的台灣人 他都笑的 不是我們笑的 搞清楚了 真的外面有很多笑的 他頭部不清楚 其實不是真的笑的 所以我們來這裡是要學做醫生 你醫生學好 不要處理跟醫師 不要處理說得不對 本來會生的說 不可能 你說笑的 他說笑的 他說笑的 現在後來 我們這張看下來笑的 變得公然 對不對 所以 不是來這裡 連續兩次這樣 六天四天 你就都會好 不可能 所以你的新台灣人一定要讀通 讀一遍 先讀一遍 再讀第二遍 然後真正要考試要研究的時候 再第三遍好好讀 那麼理想建構台灣未來的模式 在美國軍政府下讓台灣民政府 台灣人自治 那麼依照立台灣的模式 我們拒絕 現在的中華民國聯邦軍政府 體制下的任何選舉 讓投票率第一百分之五十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全世界的人就知道 你們台灣人覺醒了 不要再讓中國人來統治台灣 那中國國民黨會很厲害 也讓你們台灣人來選 要選一個 團水兵 哇 我們台灣人做的動作就好了 我們要來變政治 不要再變政治了 每天都冷了 所以阿扁要被你 到後面那四年就做得比較困難 還有馬政權 中國國民黨用媒體來抹黑 說他貪污 如果 陳水扁他可以 因為他執政八年 他還替台灣人 省了差不多七千億 新台幣 替我們國庫省了至少七千億 你光 那個國道第二條高速公路 他至少就省了三千億 大潭火力發電廠 桃園這裡 大概省了一千五百億 很多錢 原山 蘭川 那個分紅 那個基隆和原山分紅 那個也省了好幾百億 總共加起來至少七千億 如果說阿扁收政治現金 那時候 也沒有什麼政治現金法 即使他說這個是人的政治現金 那也是我认为 你国民党经常是跟外国买武器 买核电设施 你都收回扣 至少都是10%以上 并且7千亿拿个1% 非常合理 7亿 他们在讲的海角7亿 我另外一个总统拿7亿 替台湾人省了7千亿的总统 我不要像现在这个 自称都没有拿 现在可是周一扣压着他说 他收顶薪两亿 那李远哲也说 他给他收了10亿政治现金 因为一些电子厂的大佬 一个送5亿 一个送5亿 10亿 叫做顶薪12亿 他拿的比阿扁多 做得比阿扁烂太多了 用毛再治口 不是用猪脑 之前我们猪脑已经很痛苦了 他现在还用毛再治口 不过这几年有得鬱吹 有得痛苦 原来我们找到病因了 所以我们找到病因 我们当医生 走出道行动 这个瘤癌症的细胞 这个地方就要把它刮干净 还好没有一个柯白木医师 他是开刀专家 他现在已经 刀子已经开始割了 宗教东路那个公车专用道 早上6点以前已经拆好了 这是第一刀 让我们去有个没面子的 一上任第一个就是马英九坐着公车专用道 开刀开下去 所以 所以 柯白木医师 我蛮佩服他的 有魄力 很直白 管你的总统 你的高趴 不要够高趴 再来趴在地上 柯匹起来 我让他趴在地上 再来我们讲的琉球返弯模式 依据这个模式 我们可以回归日本 大日本国 来跟日本结盟成为邦联或者联邦 像美国是联邦制 那大英国协有没有 他们是邦联制 你看 英国 他是有女皇 但是女皇是虚位元首 所有的政治权力大部分都是在 那个内阁制 这个总理首相的身上 他们有53个国家 联合成立大英国协 包括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印度 马来西亚 东亚 这很多国家都是大英国协 那我们也可以 跟日本结盟为邦联 大日本国协 可以这样 或者我们是将来 先回归日本以后 然后要求母国让我们有公投 有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公投 如果万一真的独立出来 台湾人说我们还是要自己成立一个国家 然后加入 然后成立一个中立国 就是跟日本等距离 跟美国等距 跟中国的等距 和平发展 就像以前的瑞士 瑞士以前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中立国 瑞士也是很强 为什么瑞士德国不敢去占领他 就是瑞士他们本身有一个策略 瑞士第一个他多山 也不适合像坦克部队可以快速的 做闪电站 而且瑞士你知道他们的手表是不是做得很好 他是精密工业的国家 所以他们自己做的步枪非常的准 所以德国那个麦 不是麦克阿森 那个叫什么 希特勒 他先派一个连队 去试探性的 试看看瑞士的国防武力如何 一派出去 死伤惨重 因为只要听到一个枪声响 就有一个德国士兵倒下去 非死即伤 因为他的枪很精密 很精准 所以后来希特勒就决定 这个辣椒太辣了 惹不起他 所以就绕过瑞士去打其他国家 所以他是可以维持 他是一个中立国家 其他国家不敢去侵犯他 好 那么我们来检读 我们本土台湾人 对美国的一些期待 这些期待很多错误了 就是来这边受讯高级班以后 他们都会提出 为什么不叫美国拨金会 给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 因为我们都没有钱 你们来这边受讯 所缴的费用是给这个水业园农场 我们等于说是跟他合作而已 他提供场地 提供这些投影设备 音响 这些周围都是他要提供 那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钱 以前都是我们一些干部 就是私下来垫 那么说为什么不叫美国军队 所以赶快来占领接管台湾 当然这也是我们民政党 现在依据美国的要求 我们继续在努力 好 那么为什么不叫美国 把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 移到金门马祖 好 你看 这些要求看起来都很正当 那第一个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本身要争气 我们不要说要靠外国的钱 因为你拿人家的钱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我们要稚气一点 所以我们自己很辛苦在撑 就是说希望用小小的机会 来叫醒台湾人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说 我们是二战时日 美国跟日本是敌对的 那么我们是被占领者 美国是占领者 这个上架未接你要搞清楚 他是老板 我们是等于被他管辖的 美国对台湾民政府两项要求 我们两项要求就是说 要4千人的受训 就是请你们来上高级班 要有至少4千人 然后要有41万份的 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的身份证 这两个我们如果没有做到 我们就没有资格来要求这三项 如果我们这两项都 完成了我们就可以跟美国讲 好我们准备好了 你可以进来 你可以交政权给我们 那我们交政权 不是我们去跟国民党打仗不用 美军这个老板 美国老板一进来 然后叫国民党 你不用你内政部交出来 交给美军 然后美军 我们是向美国军事政府接掌政权 我们不是跟国民党直接对干 不会直接接触 是在美国的命令之下 有美国当我们的后盾 所以以后可以和平 无奉接轨 说的无奉接轨 无奉 无奉是嘉义那边的那个 无奉去接那个轨 所以七月份无奉接轨 很多阴 印度这些都可以 好 好 那我们来看 台湾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台湾人应该要亲美日 共同来防卫台湾 好 我们来看马英九 以前有一个阴谋 我记得好像两年前 马基尤一个艺人 他的日本的男朋友 搭机车喝醉酒 就打那个机程车司机 正好被人家拍到铺上网 连续一个礼拜 从早播到晚播到宵夜都在播 一个礼拜都在说 为什么 就是马政权下令 故意要让我们反日的情节 可以高涨 因为他就怕 最怕我们跟美日合在一起 来抵制中国 那马英九还故意 泄露一些讯息资料 给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那个叫管碧玲 管碧玲在立法委院 执行行政院长 为什么美国 为什么美国要进口这些 有毒的牛肉到台湾 让我们台湾人吃 有瘦肉筋的牛肉到台湾来 你看马英九借刀杀人 让你绿军的去反美 你拿这个文件出来 就是要鼓励台湾人 说美国人很快 要用毒牛肉来毒我们台湾人 造成台湾人也反美 这是国民党的奸计 我们不要中他的计 我们来看 那马英九他是 连共制台 他会连共制台 然后叫我们反美反日 就是要让台湾人 没有美日的强烈的支援 因为如果我们都是亲美亲日 当然台湾有事情的时候 美日安保条约就可以启动 可以来保卫台湾 但是如果你都一直在反日反美 到后来美日的强烈 算了你们自己 如果要挖中国你们自己去死了 要死你们去死我们不来 台湾在这里 旁边就是一个流氓的阿公 那我们虽然离美国很远 日本在这里 那我们还是要亲美日 因为美日安保条约 应该可以保护到台湾澎湖 那我有时候晚上在想说 我们是不成的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应该可以开得动 所以我在晚上就 扛书往上 胡思乱想就想到 如果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 我们来开国际标 就要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 发明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最大又最锐利的刀子 巨刀 从下面把它锯锯锯 把它锯断 然后再发明一个东西 就是最强有力的核子能的那个 炎镜发动机 把它装在下面 然后我们就开开开开 开到 美国加州这边 南加州这里 又没有台风 风调雨顺 找一个适当的地方 但是开开开 不要开太近 不要进入它的领海 我们差不多在外面 一百海里 大概 我觉得这个地方刚好 把它停在这里 圣地牙哥 圣地牙哥 这里正好是美国 一个航空母舰的基地 这里 弹力很强 一架航空母舰开出来 就是一个国家的军力 我们就在这附近 都受它保护 阿公不是有这M族的飞弹的吗 大概300公里的那个飞弹 对准了台湾 那你现在那些飞弹都不好 都下来手 蹦 怎么掉下来 够开那些钱不好 他如果要那个洲际飞弹 那个很大颗 那个都好几亿人民币 都在那都整十个代表的 那个可以射到 一万多公里是可以射到这里 可是如果要射我们 不小心打到美国加州 哦 美国在找没机会 要给你修理的 刚才好你把我 你先出手的 我给你装给你多多好 这样 我之前 两三年前那个 韩国那个天安舰 莫名之后炸掉 那时候有人在说是否 美国要冲那个机会 发生南北岸战争 把北岸给它沾起来 北岸这个国家露磨 我经常用核子武器 买到西方世界 阿公 美国就听说了 这没有证据 制造这个事端 哇 让人 这样整个起来 我如果把它打倒回去 哦 现在 北岸很脆弱嘛 它没有什么防空能力 因为北岸 那个武器设备 离美国好几代 他们现在战斗机 大概还是二战后的 它会去转2.5代 那美国已经第五代 第六代的那个F-35都要出来了 所以 趁现在 因为有中国的经验呢 北岸还很脆弱 你随间就把 RD给它吃起来 像现在美国和阿公的餐这么大餐 现在要把你 要把你餐好 餐不可以餐了 所以 美国才 要求日本 要赶快 长大一点 好 睡懵懵 不要乱背太后 我是怕你们当局 我如果条件冲这个 大家笑笑得还没睡 好 再来 要回到正常 笑懵笑 我如果要 只要回到正常的地方 好 现在 阿公阿姨把乌克兰 20年买这只 差不多 才买10年才改装 你看 他们那时候的乌克兰卡里面 渔器设备 武器 研印 都都跳练练 纯空到时候 所以他们 好 几年才 这样的 堵堵堵堵倒回来 没动力吧 用拖船 拖拖拖拖 头上拖后面 拖 拖拖回来到 他们倾倒的 去改装 改装就出来 有一个 发动 都抓了 我说 靠谷 这是行徒团的吗 这是清朝的 那时候要在行徒团的 航空母船的那样 好 待会 这时候小前 都不用什么 卫星定位 GPS 看那边 就跑 我们打的就对了 靠谷 靠谷 还有现在的时代 连一个 圆影就做不好 都抓好 这国家说外共 我不相信 他们自己的 电动机的 他们也没有做圆影 所以 先进的战斗机的 圆影都跟索联 跟俄罗斯买 圆影都不要做 刚才像我们以前 台湾的 国产汽车 豫龙汽车 好不好 圆影都在日本 完装进口 台湾来做四条 你怎么车 给他打起来 说豫龙汽车 他在马骨 搬变住 还很像 他还好 人变住300 他就加3 303 303 好吗 有些人说 你塞什么 我塞变住303 比300 还加30cc 所以 他这家 叫做瓦梁隔号 我跟他唱 唱 唱 我两公好 大家唱 我跟他唱 真的有两公 要去黑暗 现在我们跟他唱 他就反映说 不然又改名 有四郎那时候来 叛变 攻台 把郑郑公打败 不然 现在他想 想要来吃台湾 不然改成四郎号 这四郎号台语说 四郎好 哇 哇 这真是 苗圆 要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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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四郎 都四郎 那现在 不好意思 这样拍 现在又改名 来 辽林 台语说辽林 辽工 四郎 辽林 那也唱到 现在 后来不知道 要再改名 不知道 改成 我们再来唱 真的很好唱 全世界的航空母船 典团 没有 年纪的就是这些 没有战斗机在保护 因为那时候 他把乌克兰买 他本来这些就是滑跳式的 就是 连俄罗斯都不会 苏联都不会做蒸气 弹射 这个技术 是英国人发明 那时候英美 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就很麻烦 所以英国有把这个技术移转给美国 所以美国以后 他在做新航空母船都用蒸气 弹射 那么现在最新的是电池轨道 都不用蒸气 只是用电 用电给你 我们的磁吸 还有 同级衣服排斥效应 那种电池轨道 这些 买来他们要改 降落的时候 是不是降落要有歪压 阿公 连 歪压压也不要做 背的 那条歪压也是高科技的材料科学 要鸾 有弹性 再会陷在 因为那个 économique很快 脅烂 我们如果开始 75-800 kg 歪压压压压 不是我那時候當時就去分家後面 幫我剩餘 所以一定要彈心慢慢減輕那個阻力 所以這次我那時候 俄羅斯買了為什麼不買 就是阿公那把俄羅斯買 那個蘇凱二十七的時 我們常常說常常常常常吃 現在只買了一百隻 阿公就在法庭說 他就是拿到這些東西 頭有一些技術他把它防造 所以他們現在的堅實 那就是仿造蘇凱二十七 所以阿公俄羅斯買了 你買多少錢 沒有 不好意思 我沒有買 他現在不知道去找這麼中國的 掉下去了 聽說現在有攔截手 好 那麼很多人說 現在阿公的科技和軍事武力很強大 還多強大 就是如果一般 進去地球會這樣揹 會這樣 路上會這樣走 阿公還是還要輸 美國 那飛年機 還要至少輸一個世代 美國現在是第五代戰機 所連那些都要輸世代 我們來看看 我說美國人他在1982年9月份 雷根總統的新戰計畫 就有創一個太空司令部 用輪造衛星跟他做飛彈 在保護美國 這個新戰計畫也是導致 蘇聯解體的一個原因 因為在這個地球上 美蘇兩個是用核子武器恐怖平衡 兩個都不敢出手 因為兩個核子武器 如果加起來 可以毀滅地球大概七次以上 所以兩個都不敢叮噹 那麼 雷根總統他講一個新戰計畫 就說他現在要把太空的衛星製造 有核子雷射的攻擊能力 那雷射你知道它速度很快 它冷的光速也噓就到了 因為空中要射你莫斯科 射你莫斯科的核彈基地 直接射就到了 你根本沒有時間反抗 防衛 所以克里姆林說 莫斯科這麼緊張 美國把他放假消息 我們特別成功了 現在都在試試 所以蘇聯均勁 激進所有的國家的資源 跟人力 人才 都在 我如果在觀察他們 在發展太空的作戰武器 在這樣做 蘇聯你怎麼冰天使 你到冰天沒有東西好生戰 都要製造東西 糧食 美國又要求就是說 所有人那時候也購酒油 賣酒的錢 維持它 有錢可以買外國的那個物資 糧食進來 所以在這樣前 美國又把油價又把市場多了 剛才像現在的俄羅斯 他們的盧布 就是一直一直降 降到剩一半 貶值百分之五十 就是油價從一百塊 最近跌到剩下六十塊 這本來俄羅斯 本來百分之七十的國家預算 是要靠賣酒油 比較有辦法維持國家運作 所以現在他們開始還在搶東西 好不好 不要那些 耐煮菜的東西 剛才開始像以前 新戰計畫一樣 同樣 他們那時候 年輕人 女孩子 婦女 要去買東西 要排隊排走 買一個麵包 買一個菜 要排幾個小時 後來排得越久 排得越久 排到這些婦女 他們的婦女同胞 收起 整個都帶到工廠 聽到共產國家嘛 那些發言人家 發言人家說 不用生產東西 你生產出來 那些都不會吃到 我們排隊排到沒東西 買回來給你們吃 都做出來的空氣 蘇聯前有得開始解禮 那有的生產工 有一個切牛肉的切片 那些人都叫他出來 沒人切 沒吃牛肉送去市場 越嚴重了 到來蘇聯的解禮 就是用新戰計畫在原地 我們來看 1969年7月20號 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 就已經登陸月球 你看 這麼久以前 1969 45年前 45年前阿姆斯壯 你看 這我排隊 煮音符 也要點去刷不到 阿姆斯壯就撞上月球了 我那時候在打 我來在打他 我怎麼不撥撥摸摸 我想說 打說明天 所有工作人員 在廣場集合 要怎麼打 要怎麼選 去選到那個 整身區什麼人員 工作人員 所有工作人員 明天早上八點廣場集合 用那個人員 我自己背後看 人家聽說 你怎麼打 一直 喔喔喔 這個湊得很離譜 我自己也要唱 好 好 你看 阿姜到2012年 還在學太空對接 那些都 在太空 其實是一年一年看累積 你看美國 44年前 人家就登上月球了 你還在那裡練習太空艙對接 我看人 最少輸人44年對不對 好 那麼台灣有人說 沒有嗎 沒有嘛 你不可能說 你一直塞 那些三空艙 乳龍啊 為什麼 會 會 架一個母音 如果架母音都比較小 乳龍啊 好嗎 腳大車 對不對 車就比較大車嘛 這是 用車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塞三空艙 會轉變成 變出三百的出來 不可能 這在國際法 沒有這個法源 來 國際上也沒有這個先例 那麼台灣的戰爭在還沒有還清楚 主權還抵押在美國手中 你沒有拿錢 你贖回來 就不可能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而且你要去贖回來 贖回來也 權利也沒有 不是你有錢 你就可以贖回來 是日本天王才有資格 日本建物才會這樣代表天王 出來辦這件事 所以美國說 台獨代表戰爭 現在還抵押在美國手上 美國要保護他這個資產 這個只要 日本天王有錢 拿錢 美國主要是我的利益 我要你把我的生命 你給我贖回來 所以美國說 台獨代表戰爭 就是這個意思 欸 鎂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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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私事有兩種 台灣也有兩種 好 來看一下 這邊是說政治的台灣 中華民國流氓政權 現在 依照台灣關係法 就稱呼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他的頂頭上司叫做 美國在台協委AIT 然後他的頂頭上司是美國國務院 最後的老闆就是美國總統 政治的台灣這邊 朱高正有講過一句話 什麼 政治是最高明的騙數 有沒有 所以政治 這些話語就是 快人說人話 快鬼說幾話 快就糟了 你要怎麼跟他講 鼻腳尾 好 好 所以這邊是可以比較模糊 講的都是謀靈兩可 美國國務院講的話 經常是看情況 怎麼講 對美國比較有力 就講哪一種 所以這邊的話語都是政治話語 比較不可靠 但是法理台灣這邊 來我看 台灣民政府的上司 美國台灣軍政府 他的上司是美國國防部 最後的老闆還是美國總統 好 這邊所謂法理 就是有國際法條 這些都比較剛性 不能讓你隨便解釋 這是法理就是像法律的東西 是比較硬邦邦 所以我們來這邊講法理 當然有點枯燥 所以我就盡量加一些 稍微這樣 大家不要睡覺 那麼法理的台灣就是說 是怎麼 1996年台海發生危機 美國總統柯林頓 一定要派航空母艦出來 這也就是依照國際法理 依照舊金拉合約 依照台灣關係法 美國一定要出兵來保護台灣 雖然要花很多錢 但是還是要做 OK 所以我們是法理台灣 那麼你注意看美國在台協會 它只是一個民間單位 在美國來講 它是一個民間組織 它竟然可以管轄台灣治理當局 以前這個應該是美國大使館 一個美國大使館就可以管制中華民國 好 那我們來分析新日本國跟大日本國 新日本在1952年 10月28日正式脫離大日本帝國 然後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聯合國而自治 好 你注意看 那就新日本脫離大日本帝國 變成 尤其他是在這個時間加入聯合國 你注意聯合國是誰成立的 就是差不多同盟國 那51個國家有簽署 就像和平條約 這些都是叫做同盟國 後來在1945年的10月25號 就成立聯合國 好 那麼在1956年12月18日 新的日本國加入聯合國 那同盟國以前是不是跟大日本帝國修剪 他現在加入敵國陣營 聯合國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敵國陣營 這樣算什麼 說得不好 就判理 判變 加入敵營 但是這是沒有辦法因為日本已經被麥克阿瑟 削減他的國防武力 他不可有軍隊 不可有先戰權 所以那時候日本人也是很無可奈何 依照美國的戰略的布局 一步一步這樣對美國走 沒有辦法你打敗仗 只好可以說任人宰割 那麼現在日本是一個自治政府 就是日本帝國的天王被麥克阿瑟 和平憲法規定 他只是一個虛位元首 不可以管政治 所以現在日本政府他們自己選 就是內閣制他們最大黨就可以去主內閣 然後那個黨魁就是首相 好 我們來看原來的日本帝國 你看紅色的通通是日本帝國 有四大島 包括韓國 包括台灣 還有包括藍沙 那我們早前講 有三個國家都被限制軍事武器管制 就是台灣 韓國 日本 這三個加起來就是大日本帝國 那現在新的日本國只剩下 北海道 本州 九州 四國 那麼到底協議才可以稱作台灣人 這個邏輯我們要來搞清楚一下 現在獨派的人都說 我們要和解共生 只要認同台灣都是台灣人 這個又是感情用事 講感情話 真正的 如果說這個邏輯可以通 只要你認同台灣人 只要認同台灣的人都可以當作台灣人 那同樣一個思考邏輯 我們台灣人很多都認同美國 那都可以變成美國人 我就不用擔心說要拿綠卡 做移民間 而且如果這個法理可以通的話 中國人最高興 流行到台灣的這些中國人 他們知道這裡非九流之地 因為離阿公太近 離一個台灣海峽 如果說過來很快 所以他們都想方設法 要貪污歐情 然後栽培他的孩子去美國 拿到綠卡 拿到護照 拿到公民 以後他們可以去依親 中國人為什麼在台灣一直貪污腐敗 就是他們把這裡當客居之地 不會愛惜這個地方 只要叫我們台灣人 拚了經濟 拚了經濟 繳稅金 都是被他們貪污掉 所以平均一百塊錢的預算 只有百分之三十 是真正發費在這個設施上面 好比說你要做個橋樑 本來這個橋樑要一百萬才蓋得好 他只有拿三十萬出來做 偷工減料 所以為什麼九二一大地震 一地震公家機關差不多東倒 那些學校有沒有 學校都是公家機構去蓋的 一搖所有學校都倒 合格在田流台灣 那次地震都是在半夜一點多 學生都回家睡覺 家裡都蓋得比較堅固 那如果白天遊樂到了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死傷多少年輕的未來的主人 好 第二個 愛台灣的人就可以做台灣人 可是胡錦濤 江澤民 習近平都非常愛台灣 怎麼辦 怎麼辦 那你這個邏輯 說他也台灣人 這個邏輯也不對 好 住在台灣的人 不管新住民或者舊住民都是台灣人 這個就違反 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難民就是難民 你不可以說偷渡來了就可以 你偷渡來了也是認同台灣 他是用腳認同台灣 跑過來 偷渡來了 只要來這邊住這些新住民就可以 讓他變成台灣人 也不可以 一定要依照移民規劃署 移民署的一些程序 要變成台灣人 是要經過程序的 好 只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人 錯 不是你住在這裡 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這表示你是中國人 你將來 國共和解以後你要回中國 你要被遣送回中國 所以以上是皆非 你要變成台灣人 一定要經過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公民權利法案的程序 來審核通過 才可以變成本土台灣人 就是這個 你一定要拿到這個 或者這個注意 你這裡有一個class分類 有寫TW 只有TW身份的人 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本土台灣人 將來台灣的福利 台灣民政府的福利 都可以分享 可以享受 所以你一定要來申請這一個 將來你的幣值如果 像蔣介石在1949年 跟你換新台幣 你要拿舊台幣4萬 4萬來換新台幣 你的幣值會一下子 變成四萬分之一 那你如果有這個身份證 將來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 你就可以保障你的錢幣 我們這個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它裡面所訂的條文 我們是要 這個條文草案送到美國 不到一個禮拜就被推薦 美國有給他們修改 我們修改以後又送去 又被推薦 到第三次 美國才准說 OK差不多修改完成 修訂完成 所以我們經過參眾院通過以後 就聯絡公告開始實施 在2011年8月8日開始實施 依據這個公民權利法案 我們才有法源來發這個 所以我們是有法源 我們不是亂發 不是臨時起義感情用事 就是說我們來發台灣國務身份證 或台灣國護照 那個都沒有法源 好 那麼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我愛台灣 我拿台灣政府身份證 不是拿這個 我們是要拿這個 有晶片的 好 這是 這個日暑眉暖大家知道 好 講這個 這個樹成大那一棵 很大一棵 那我們常講說 好 我們台灣派的媒體 至少還有三明治 三立電視台 民視新聞 自由時報 簡稱三明治 這個都是會替台灣人發聲 我們比較喜歡看這幾個報紙新聞 可是 這張就像國民黨 他1949年大撤退來台灣砸根 砸得很深 官商勾結 黑白掛鉤 白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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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黯黯 國民黨 來這邊就是 他用利用 就是說 你只要支持我 你去做什麼八大行業 特種行業 特種行業 我就爭一隻眼 逼一隻眼 你去開什麼黑店 都OK 但是只要選舉的時間到 你要幫我去把票 收攏起來 不管你是用 用你的人脈 或者你用錢去買 或者你用你的利益去跟人家刮鉤交換條件 你就要把票投出來 黑白掛鉤 你如果票沒有投出來 我就去抄你的店 所以到後來 那些黑道的 一些商人 為什麼會跟國民黨走得近 就是因為 他要既得的利益 後來這些既得利盤跟錯覺 在台灣土地上 所以整個台灣的社會風氣非常敗壞 那他這些在台灣土地上 祝我們台灣人會冠 把國民黨養得這麼龐大 那我們三明治 我老闆來開槓大話新聞 還有自由時報在罵 沒有些 因為好像是儲備在做紅台而已 只是外邊有一些受損的職業而已 這棵樹你沒有辦法把他扳倒 沒辦法把他end 那我們 台灣民政府來這邊所講的這些國際法理 就是要挖他的根 把他的根通通斷斷 讓他沒有辦法居住在台灣吸收養物 他自己就會枯萎 就要倒下去了 這是我的解釋 台灣美麗的福爾摩莎 福爾摩莎本身就是美麗 這是葡萄牙人 從東海岸經過的時候看到 自然感嘆發生 福爾摩莎 所以我們應該 因為究竟在合約裡面講台灣也是講福爾摩莎 其實台灣是大清 他們來取台灣這個名字 以前外國他們在地圖上寫 台灣島都是寫福爾摩莎 所以我們應該是福爾摩莎人 不是台灣 不是台灣Nese 那個Nese 都有青絲的味道 在外國人在看 Chinese 台灣Nese 這個都比較青絲 要Fomotion 我們是Fomotion 我們是福爾摩莎人 我好像 上一個初級班有講 台灣這個地理名詞的來源就是因為 那時候海淨 大清帝國海淨 所以台灣很多 坐姦飯科的中國人 大清的子民要偷渡來台灣 逃離他們那邊的捕快的追殺 追捕 所以來到台灣很多 在船上就死掉了 那一上岸第一個事情 就是要埋伸這些屍體 所以船的人埋好了就會問 你那邊台灣買 問這邊 你那邊台灣買 台灣沒這樣來 埋怨之地 那都玩弄死的 那你台灣買 所以我們要改名 改這回來 我們是福爾摩莎 福爾摩莎 我們是福爾摩莎 摩莎 摩哥台了 好 好 台灣有漂亮嗎 有漂亮嗎 你有愛台灣嗎 沒有這麼大聲 沒什麼愛 你有愛台灣嗎 有 胡錦濤也很愛台灣 愛福爾摩莎 對 我們現在要改 你有愛福爾摩莎嗎 有 好 等一下 這樣讚 但是福爾摩莎漂亮 美麗 漂亮高年 漂亮人不漂亮名 什麼原因 我們四百年來都在 都被人管 都在做人的基地 讓我們來看 原住民去獵捕那些 綠仔有沒有 他們要取鹿皮 可以賣到寒冷的國家 荷蘭要很冷 日本韓國 這個冷的國家 他們把這些鹿皮 那時候沒有這些布料 很少 大部分都是要靠皮來預寒 而且皮可以做馬鞍 做很多工具 好 荷蘭把台灣當貿易基地 那時候荷蘭人來台灣 台灣的路 福爾摩莎的路 比人還多 所以路口比人口多 那時候人口大概不到一百萬 可是那個路上千萬了 所以你不小心出去 會被路撞到 好 然後鄭成功把荷蘭人趕走 鄭成功把我們福爾摩莎 當作 緩清復明的復興基地 對不對 又是當基地 好 那大清把鄭成功 消滅以後 大清的官員派來台灣入所 變成他們貪污勞錢的 勞錢的基地 他說派來都一次來 做三年 只能三年喔 三年一定要回去 換新的人來 因為他怕你在那邊太久了 又跟本地的原住民 又搞在一起 又要返千戶民 所以他只能派男孩子過來 官過來 他的欺小被抵押在大清那邊 就不讓你不敢做乖 我就把你的欺小幹掉 所以 因為說三年以後兩年麻 一落地就抵得麻麻麻 那都沉沉的 好 看日本人來 日本拿了台灣 他才有資格發動太平洋戰爭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糧倉 那我們就變成南京的基地 日本南京太平洋的基地 好 日本打敗讓美國派蔣介石來台灣 結果1949年他們敗退來到台灣 又把台灣當他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我們這四百年都在做人的基地 所以有辦法我們趕緊回歸日本 好 那麼今天時間到 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